二一元朗站事件,八個白衣人被控的暴動案件開審 其中兩個人承認暴動,其餘被告就不認罪,因為而暴動 首被告黃志榮、黃英傑、鄧懷心、吳偉林 獲准繼續保釋離開區域法院 他們和鄧英斌、蔡立基否認暴動和傷人罪 其餘兩個被告林官良和林啟明就承認暴動罪 令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留在法庭全黨 案情提到前年7月16日 有反修例示威者在元朗和相反異見人士衝突 之後有人呼籲保衛家園,將示威者趕出元朗 到7月1日當晚,先有10個白衣人在元朗西鐵站襲擊黑衣人 他們之後照來更多白衣人,在站內和黑衣人互相指罵 揮動木棍和藤條絲襲,包括一個記者 黑衣人就用消防喉射水和噴滅火噴霧 有不少過50個白衣人上到月台和車廂襲擊乘客 包括林官良和林啟明 11個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 兩個被告繼續還押,等審訊員結後處理求情和判刑 至於不認罪的被告,案件星期二繼續 預計會傳召24個證人,主要是傷者和警員 有線電視記者優惠儀報道